天窯星 屬陰水 屬風流 這一顆星呢 屬身體的玉星 好 很清楚喔 看到這邊就知道 這一顆也是一個桃花星 那這一顆桃花星呢 它的主要星星是什麼 我們要介紹它之前 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在地盤的宮位排環 地盤宮位排環 這一顆星呢 是月令星 它是由月份排出來的 月令星 好 一月 喔 一月的天窯 排在醜宮 順時中 二月隱宮 三月卯宮 四月成宮 五月四宮 六月五宮 七月未宮 八月升宮 九月有宮 十月虛宮 十一月駭宮 十二月在至宮 好 為什麼要由醜宮先排行 還是回歸到我們一開始的課程的時候 地盤宮位 它的代表 醜呢 是什麼宮位 醜在我們整個地盤的 人體的那個 主人體部分的代表官位的話 它是代表哪裡 它是代表生子氣候 生子位 代表生子位 那我們也知道 我們一開始在談這個地支的時候 就有講過 十五馬尾有是天位 醜位 陳須是地位 遠生四海 是人的位子 子為天 醜為地 隱為人之死 這個我們在排版的時候有教過 所以很多有很多星或者是有很多排法 起盤的時候 會都會有隱公起算 就是隱為人之死 那醜代表生子位 也代表人之死之前的一個孕育位 聖子就是孕育 所以它是從這邊排起 那 它跟我們之前談過的先世星 先世星在 先世星是在那個 十五馬尾的天位 沐浴位 所以先世星是比較組精神方面的 它的桃花在講的時候是 跟精神層次比較有關 跟思想方面有關 那這一顆星很清楚 它就是代表跟身體的慾能有關 那現在各位有可能直接會聯想到 可能這一顆星就是 講求身體慾能又是桃花星 在講求哪一個性方面的事 當然這是包含 這是一定有這樣的一個方向 但是我們在這一顆星的使用 等一下再進入到 十七兵盤的演義的時候 它還能產生什麼作用 除了說這個在談身體的慾星 它是從醜味排起的時候 在談一個人的孕育味 這個時候它還能夠在 十七兵盤的演義能產生什麼作用 什麼作用 我們來看一下 天遙星1月這邊起 它跟之前我們上一節課所談到的天行星 永遠是一個19的位置 天行星的1月在這裡 它的1月在這邊 所以天遙星會永遠在天行星的事業工 如果這邊是命工 這邊就是事業工 好 它們的依久關係 我們這個先慢著談 我們現在還是把天遙星的這一顆 主要星星把它抓好 我們紫微斗樹 崩位 星藥 氏化氣 這些個別的元素 各位要在這邊個別的元素先掌握到重點 然後才會在組合的過程裡面 星化了氣進入到崩位 在組合裡面才能夠把它掌握得比較好 所以在雪的時候這個基礎很重要 就是個別的屬性要把它抓住 它是一個桃花星 只要是屬水的星多少都有桃花 不管它是不是桃花星 水是一種智慧 水是一種流動性的 所以只要星屬水多少都有桃花星 這個各位要記住 那天遙星 一月在這邊起 十二個月份很清楚 只要你哪一個月升的天遙星就落在哪邊 不管它是你面盤的哪一個公位 因為這個叫做陸地盤公位 陸地盤公位 好 我們來看一下一點 天遙星是桃花星我們知道了 天遙星如果在談冷的時候 因為它是比較足身體慾能方面 跟臨身之感受 身體感受有關 那所以它主思想的層次就比較不那麼高 不那麼高 但是還是有 所謂桃花星都一定會有什麼 都會有桃花氣 人一定會怎麼樣 進入到人的時候一定會增加幽默 天遙星的幽默性絕對比賢子星會稍微低一點 但是只要是桃花都會有沒有 都會好耶 都會好耶 所以它第一個用法很清楚 它碰到顧客的主星就會怎麼樣 會有柔化的功能 會有柔化的功能 會有怎麼樣 比較幽默一點 不會那麼顧客 像天形 它是不會跟天形同工 但是它會照天形的時候多少都會有點力道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的話 天遙星它是桃花星 它跟主星 它跟顧客的主星可以柔化它 那如果它跟桃花的主星在一起的時候一樣 會增加桃花育能 那它又是主靈神的感受 跟身體的感受有關係的一個性 所以有時候配舉 比較桃花肌的人就會有比較重慾的這種現象 這個在人的方面會看到這個 因為主身體育能的心 這個都會跟這個在談人的時候 都會跟情慾會比較有關係 這個是在談鹿命宮或者是會照命宮 在談人的時候 或者鹿六親宮 在談我的親人的公位的時候 代表那個公位的人會有這樣的一種屬性 第二種我們在談人的時候會談對待 桃花星進入的公位 談人與人的對待的時候都會 只要是桃花星對待都會比較容易 對待都會比較有趣 這個是一種對待法 因為我說過了 這個林太極一定得要清楚 他在談這個人的個性還在談對待 進入你的公位 他太極要定法的時候 你才知道你要闡述要表達的方向在哪裡 天窯星在行運法的應用 在行運法的應用 就是說所謂行運法就是要碰到什麼事情 你行運過程裡面碰到事情 多了天窯會多了哪些下意 多了天窯 天窯星這個身體之鬱星的第二種常碰到的方法 就是讓身體有感受的作用 讓身體有感受的作用 以現在的環境 如果以不好的方向來講的話 最常碰到的現象叫做藥品 因為藥品會讓人起了作用 讓人的身體有感受 那不好的很清楚 就是毒品 迷幻藥或現在K他命的 這些什麼一例免很多 這些你在行運的過程裡面 尤其是年輕人在行運的過程裡面 天窯星碰到的主性化肌 碰到這樣的環境的時候 他會去塗到那個環境 會去吃藥品 因為這個天窯星在塗藥品的時候 最主要也是源自於這裡 身體的愈能 我讓身體感受到身體會舒服 或身體有變化 這個時候會進入到 這個轉成環境的時候 變成我會吐到這樣的環境 有藥品這樣的環境 那另外一種情況叫做 就跟藥品沒有關係的 就是說你心運碼裡面 就是天窯有時候會代表說 你可能身體有欠癌 這個是身體有改錯的性化 身體有欠癌 可能要去看醫生試藥 那碰到不好的現象叫做有時候 這都會吃錯藥 講到也會 或者說今天包裝或者藥品在包的過程 或者是說放的過程裡面搞錯了 因為你行律有那個氣的時候 就容易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這個叫做天窯星會在行律環裡面 比較常用到的方法 因為天窯星它是一個復星 然後它桃花星 它既在祖星上面 既在式化器上面去做表達 會多出這樣的一個方向 會多出這樣的一個方向 在人在談什麼 在事情在談什麼 那如果它在談事業跟賺錢 它可能多出了一個藥品方向 那不好的人 當然可能就是 它本來是在試藥品的人 它可能變成在賣藥品 不好的叫我可能在賣Canamine、伊利麵這些 甚至到海洛林 那好的像呢 可能我是什麼 我是在做西藥中藥 在執行賣藥的這種業務 所以你要按照這樣去演藥它 因為它必須要記在祖星上面 所以說它有多出這樣的一個象律 那不是說有這個天窯星就一定我去做那個現象 只是會有多出這樣一個象律的方向 這樣都是這樣一個方向 在人會增加幽默性 在事情可能會有事情發展的方向 會多出所謂身體運動的方向 在失業、在賺錢、在人與人對待之間 都會實際運行的過程 不怪乎都是這些人事史蒂物的一種業備 所以知道這一顆星的主要星星 進入到公位、進入到用法 就是按照這顆星星去使用它 那我們要把這顆星的星星抓住了以後 你多鎮豔的時候你就知道 一張盤、兩張盤的整理過程 因為你會讓你對這顆星動了什麼現象 然後我們就按照這顆星星的邏輯把它推演 然後就變成一種你會把這顆星星掌握得很好的一種用法 因為它跟主星混在一起有太多種組合 那如果你要去用背象 這顆星混在一起會成的什麼象 這個背象 把這個象一背下來 我現在如果這樣去教你們 可能你會覺得說 有一個象可以背 但是這個象不一定每個人都會這樣發生 因為你要按照那個新的意識去演繹 跑出來的象 是邏輯性推論出來的 那是真正的學理 你用背的 這個東西是很重邏輯的東西 你邏輯不痛你用背的時候 學這個斗數過程會很辛苦 那天耀心最主要是在談這個 那另外一點我再提一下 如果他在談身體的疾病災惡 因為他這本身是身體的慾能 所以這個很清楚 這個方向會多出什麼 如果這個人的性生活 他是很複雜的 絕對很容易得到小病 這個如果進入到方面 因為他已經身體慾能 產生這樣的一個磁場 已經在那邊等他 他又剛好實際上的生活有兩種行為 的時候自然這種病症就會連阻他 他的發生的機率比別人容易發生 就好像我們在看一些社會新聞 人的性生活很複雜的人 某個AIDS的患者 有跟幾個人進行過所謂性行為 有人流血 有人會流 原因就在這裡 我們面臨在演藝的時候 在演藝面臨的時候可貴是徒家人 你氣場比較接近的人 他中槍的機率就比較高 你氣場比較沒有人 他可以躲過子彈的機率就比較高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去知道他的一個用法 以上這個就是天曜星的一個新性的介紹